38亿年之前,自然创造了生命,漫长的进化过程中,自然永远用自己的能量暗中保护着这个世界。自然是造物者,更是忠实的守护者,他拥有无可置疑的能力,却有着最无私的爱与奉献。自然界复杂多变,面对众多奇异的现象,人们依旧只是一个虔诚的膜拜者。 自然界中生长着各种各种的植物,各种植物各有特色,但有些植物看着感觉有邪气,让人觉得十分的恐怖。 下面就给大家盘点世界上最恐怖的十大植物。 第一,食羊树。 学名为智利普亚波罗树,顾名思义,就是自己能够抓羊吃的树,村民们都十分惧怕这种植物,一旦发现,立马将它烧毁。 它生长在智利,体型十分高大,高度为12英尺,宽度为5英尺,在自然界中也可以称之为庞然大物。 智利普亚波罗的花长在树顶端,而这些密密麻麻的,四字上而下分布,远远望去,智利普亚波罗就像一个浑身充满着坚硬凸起的狼牙棒。 在智利,因为环境与气候条件适宜植物的生长,所以普亚波罗每年都会开花。 如果人们将普亚波罗移动到另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它时隔15至20年才能再次开花。 世界上其他国家对普亚波罗趋之若鹜,然而在智利,普亚波罗是全体人民的敌人。 在智利人的眼中,普亚波罗就是一个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危险的定时炸弹,因为它能自己抓羊吃。 食羊树的花朵生长在顶端,而它的身体下半部分充满着许多勾状的刺。 花朵在生长过程中颜色十分鲜艳,发出诱人的香气,吸引着众多动物前来。 当食羊树的花朵全部开放的时候,周边的羊便会循着香味前来,它们想要吃掉食羊树顶部的花朵,那将是一顿十分完美的午餐。 羊群们并没有想到,那鲜艳的花朵之下,暗藏危机。 羊群在靠近食羊树的过程中会被它身体的钩子形状的次数复住,它们无法挣脱,即便它们使尽全身力气,却只能得到越来越紧的束缚。 羊群们就这样被食羊树勾住无法行动,它们只能待在原地,等待着死亡的来临。 因为无法觅食,羊群被活活饿死,死后,它们的身体自然腐烂,在微生物的分解作用下,它们彻底变成了肉眼看不到的物质,落在了土壤之中。 食羊树通过土壤汲取外界环境的养分,原本活蹦乱跳的羊群就这样一步步成为了食羊树的猎物。 第二,眼镜蛇瓶子草,说到眼镜蛇,令人色变,但你知道吗,世界上有一种植物,长得很像眼镜蛇,为尿为啸的,形状十分吓人。 因此,这种植物叫眼镜蛇草,食肉为生,色彩鲜艳,靠分泌出蜜汁来吸引小虫子,捕食小虫子。 当一位摄影发烧友发来眼镜蛇草的照片时,雪灵谷的第一反应是问,这是眼镜蛇吗? 真的太像了,浑然的顶部,就像眼镜蛇的头,仔细看还能看到隐藏在表层里的经脉。 头部下方,吐出两片薄薄的叶子,就像是蛇杏子。 不少见过眼镜蛇草照片的人,都说这应该是世界上形状最吓人的草了。 植物长得像动物,本就奇特,还像眼镜蛇,真叫人大跌眼镜,植物界真是神奇。 更奇特的是,眼镜蛇草与猪龙草,捕蝇草一样,是食肉植物,以捕食小虫子为生。 据统计,全世界有十余颗七百余种植物有吃肉的习惯。 相比动物吃肉的凶残,植物的捕捉办法要温柔许多。 眼镜蛇瓶子草又是如何捕食昆虫的呢? 眼镜蛇瓶子草捕食昆虫,是由其特性与形状决定的。 眼镜蛇草的头部,也是一个犹如兜帽一样的瓶子,没有瓶口,却有许多透明斑块,犹如网状的脉络。 在兜帽的下面,瓶状叶成叶片状延伸,并分成左右两片,犹如眼镜蛇吐出的芯子。 据统计,全世界有十余颗七百余种植物有吃肉的习惯,相比动物吃肉的凶残,植物的捕捉办法要温柔许多。 眼镜蛇瓶子草又是如何捕食昆虫的呢? 眼镜蛇瓶子草捕食昆虫,是由其特性与形状决定的。 眼镜蛇草的头部,也是一个犹如兜帽一样的瓶子,没有瓶口,却有许多透明斑块,犹如网状的脉络。 在兜帽的下面,瓶状叶成叶片状延伸,并分成左右两片,犹如眼镜蛇吐出的芯子。 第三,娃娃眼睛,寻名白泪叶生麻。 光看图片中这类植物的样子,你是否会误认为它是莲子或芡石呢? 其实这种植物被人们称作娃娃眼,因为它看起来干净,像小孩子的眼球。 娃娃眼园产于北美洲地区,成熟后有着红色的外壳,白色的果肉,但是你别认为它的外表跟小孩子一样干净无公害。 娃娃眼的果肉成熟后会带有致命毒液,仅仅是单纯的皮肤接触,就会肿胀起水泡,如果误食,更是会引发心脏病导致死亡。 第四,毒蛾糕,这种看起来肥大鲜美的白色蘑菇,表面看上去是日常食用的美味佳肴的配角,但误食了,它却会带来生命危险。 图片中的这种植物叫做毒蛾糕,有些地区也叫做死猫逊,毒蛾糕广泛生长在亚欧大陆,最初是在欧洲大陆,死猫逊是一种致命的毒蘑菇,只要食用30克或者半个菌带就能够致人于死地,被称为世界上最毒的蘑菇之一。 毒蛾糕具有超强的适应能力和繁殖能力,它可以跟很多种生物共存,并且外形和气味都与普通蘑菇十分相似,因此很容易被混淆。 可是你要知道,毒蛾糕的毒性很大,大到无法通过煮熟、冷冻或者风干的方法来消灭它的毒性,而且它还具有一定的隐藏性,这种隐藏性指的是人在误食了它之后的6到24小时内,中毒者并不会感到任何不适。 但是等过了这个时间段后,中毒者就会感到恶心呕吐,并出现其他的肠胃反应,之后便是肝脏和肾脏的衰竭。 如果错过了黄金治疗时间的话,小命就难保了。 第五,刺猬番茄 刺猬番茄,这个植物的名字是不是听起来很容易让你联想到那种浑身长满刺的可爱小动物? 事实上,虽然它的身上也长满了刺,但是一点都不可爱,甚至很恐怖,因为它的精液和果实中都含有可以迅速让人致死的剧毒。 刺猬番茄原产于非洲的马达加斯加,但后来正伪了入侵物种,生命力顽强,即使是在非常干旱的沙漠地区,它也能很好的生长,存活。 第六,魔鬼纸菇 这种看起来像魔鬼的手指一样的蘑菇,学名叫阿切式龙头菌。 这类蘑菇成长初期的触角是白色的,看上去很像断裂的人手,等到成熟以后就会慢慢变成粉红色,就像图片中这样。 等到了繁殖阶段,魔鬼纸菇又会分离出一种畏似于肉体,严重腐烂气味的粘液,光是想想就有点受不了了。 魔鬼纸菇原产于新西兰,因为其属性的原因,它很难受到人们的喜欢。 因此,当地人们一旦发现它的踪迹便很快将它处理干净。 除了气味难闻,魔鬼纸菇的繁殖能力也相当强大,想象一下当你的院子里都是这种臭味熏天的恐怖蘑菇,你的心情会好吗? 第七,家主陶,说到这个,相信很多人都不会陌生,因为其叶子四季长青,花朵鲜丽美艳,因此可以经常看到人们将它种植在庭院中,以便观赏。 但其实越美丽的东西往往毒性越大,就像刚开始说到的蘑菇一样,漂亮的外表下满是毒素,这样的植物你还爱吗? 说到家主陶的危险性,它的危险不在于它美丽的外表,而在于它本身的职业。 相信大家可能听说过,小孩子因为摘家主陶把玩而被送进急救式抢救,其实这个新闻是生活中真实且经常会发生的。 特别是年纪较小的幼龄儿童更容易中招。 家主陶之夜的毒素主要是对人们的心脏系统有影响,它会导致人们心率失常甚至死亡,不过好在家主陶的中毒治疗相对而言比较简单。 因此只需要在中毒后的黄金时间内进行催吐,就不会有生命危险,一般当地的医院就可以进行有效的处理。 第八,水晶蓝。水晶蓝是一种外形诡异的寄生植物,其全株呈白色,全身没有叶绿素,不能进行光合作用,是靠腐烂植物获得养分,也被称为死亡之花。 由于水晶蓝自身的生长特性,体内是不含有叶绿素的,自然也无法完成光合作用。 所以,水晶蓝是不从阳光中汲取能量的,而是通过寄生的方式,寄生在一些辅生真菌的身上,依靠吸收枯叶辅叶的营养得以生存。 也正是因为其在黑暗的环境下可以开出洁白的花朵,也让其拥有了幽灵草的别称。 水晶蓝体内有着无数种植人于死地的细菌。 第九,湿花。 这种花学名叫做巨魔玉或者泰坦魔玉,俗称湿花,属于贝子植物门中的天然星科,其花絮最高可长到三米左右。 这种花园产于印度尼西亚苏门达拉的热带雨林地区,目前在世界各地多有种植,但是主要分布于热带地区。 泰坦魔玉最大的特点就是开花的时候,不像其他的花朵那样会散发出香气,而是散发出臭气,臭得惊人,闻起来很像腐烂尸体发出的气味。 这就是它引人注意的最大亮点。 第十,刺鼠,也就是金皮。 后来大家就把这种植物称之为金皮鼠。 在生物学分类上是前马科伙马鼠下的成员,这类树木是世界上最痛的植物。 而金皮也就是刺树的一种,它们拥有非常独特的新型叶子,最大直径可以达到50厘米,看上去人畜无害但实则危险的很。 在金皮树的枝叶上有非常小的绒毛刺,不仅仅是接触的时候会被刺伤,如果距离过近一些,飞在空气中的绒毛也会对人呼吸系统造成损伤。 金皮树是一种会让人痛到自杀的树木,当然在现代社会医疗技术比较发达的时候,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 在上了世纪在昆士兰北部的巴伦河,据一名士兵回忆他的部队里就有一名军官,在野外不小心上厕所的时候,就用了金皮树的叶子来擦屁股。 最终的结果可想而知,最终,这名军官不忍疼痛开枪自杀。